鼻烟壺嘛 对吧 就是因为早期是 这种鼻烟壺跟所谓的药瓶 是有互相游动的情况 就是像各种 我刚刚说的什么甲质盒 什么糖果盒 那个盒子也是可以 互为各种各样的来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就是有讲 就是装着 装着药用的各色的鼻烟瓶 然后做些比鼻烟壺放大些 就是反正它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的药瓶跟鼻烟壺 其实是可以互偷的 然后这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 玻璃鼻烟壺 然后使用的情况 所以它就是鼻烟壺当药瓶 所以在这个情况打开 你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 那个时候不管是玻璃 药瓶或是玻璃鼻烟壺 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回应有差的就是加了石盖 所谓的鼻烟壺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有没有 它这边就是有所谓的 蕾丝包香鼻烟壺 这是 但是应该是西洋的 但是它就是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处理 然后它就显得很清楚 然后你就会看到 它这种就是常常有 西洋有常常用这种 黑金做的那种花类边花 然后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香水瓶 或者是药瓶 你看像这个样子 有没有看到 那这有什么 这跟鼻烟壺有什么不一样 我发现它没有盖 没有齿 有没有 所以我这次展览就很清楚的定义 就是只要有盖齿的 就是鼻烟壺 所以我会把它拿出来拆 那像这个没有盖齿的 就没有拿出来拆 这样可以理解 你看这个就很漂亮 这个是玻璃纹 然后是包香的 进取的 然后这是土麻辣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 香料 西洋的香料瓶 有一种特性 就是它有那个盖跟那个旋钮 我刚才有看到那个 像那个旋钮的样子 那这是早期的样子 然后所以就是 他们就是会把这个东西 把它改成所谓的鼻烟壺 你可以看到 但是你可以知道就是 但是药瓶跟鼻烟壺其实是很相近的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告诉你 就是有这么多鼻烟壺 这边有看到西洋玻璃冠件吗 然后后面都是鼻烟壺 但它要讲的就是 这其实这些东西总共有14件 然后但是它到后来 也把它称成鼻烟壺 就是因为拿个西洋玻璃冠 到后来也变成鼻烟壺就对了 直接要告诉你说 那个时候其实就是 没有太多的仔细的翻译 那这个就是在网路上讲的 这是说是18世纪的香料理 然后这个是故宫厂的 有没有很像 有吗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就是把它加了齿盖以后 就变成鼻烟壺 可以理解吧 你看到吗 所以我就怀疑这个口 是不是有被修改过 还怎么样 就是它有可能有一些细部的修改 然后但是它加了齿跟盖 它就变成所谓的鼻烟壺 对吧 所以你去不光看鼻烟壺展 你可以顺便看一看 看这些盖子是什么材质 就很多很有趣的 像这种绿色的就是 象牙去染色 象牙 就是象牙去染成绿绿的颜色 然后那个磁当然也是象牙的 磁大概就是有金属磁 还有象牙磁 所以大概就都是这几种而已 最多的还是以象牙为主 你可以看刚刚那个类似就是 大概就是所谓的磨楞小玻璃 对不对 就是如果要对它的入座的话 我就觉得它可能就是这种 所谓的磨楞小玻璃 因为它下面有那种切割的 那种角度的东西 所以它就是 就是西牙容器 其实经过修改 它就可以成为所谓的鼻烟磁 可以理解吧 那比如说像那个 在庸正的记载里面也有所谓的 各种各样的玻璃的发角鼻烟磁 我觉得应该是这一样的东西 因为但这个我们也藏得不多 我们应该就只有三件 就是紫蓝色的一件 然后红的一件 这很小 你有看这个尺寸大概是这样子 就差不多都这么小 就是我跟大家讲就是 你应该去看 你才会体会那个大小的那个问题 就是我不断在想知道 就比我们这个大小 我也不是很有趣的 就是那种小的 就是小到非常精致 非常可爱的样子 像这一六都是很小的 都 这个连这个盖子高三点五公分 所以它是不是很小的 就很小啊 但是你看它这个做的 一点都不满足 然后你看它这个这么小的那个 它里面有一个 短短胖胖的小尺寸 就是它就是根据那个 鼻烟壶的那个大小 它会做它的尺寸 会去调整 所以就 你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非常 精巧可爱的鼻烟壶 然后这也是鼻烟壶 这都是属于玻璃的 就是单色玻璃的 这很像那个曲曲罐 对不对 有没有 曲曲罐的那种 就是用葡萄或什么 做的曲曲罐 但是它也把它做成鼻烟壶的样子 我看它那个尺子 很可爱 就是很精巧很精细 所以那个鼻烟壶的尺子 我又觉得很有趣 可是 待会大家就可以看到 然后还有这种 我用这个就把它对比起来 样子样貌一样 但是它是白玻璃 或者是透明玻璃 各种各样的玻璃 但是它就是都是鼻烟壶的样子 但是这个尺寸就稍微大一点 差不多六公分左右 这个 然后这个也很漂亮 就是 你可以看到很清楚的 鼻烟的样子 然后这个玻璃盖 然后像牙齐 那这个就是 就是所谓的那个 雕花玻璃 就是你玻璃除了单色以外 还有各种各样的框 它装饰的可能 那这一种是属于雕花 这是变成为一件雕花玻璃 不过这件 是不是鼻烟壶就是 因为它有钙跟磁嘛 对不对 很明显的是 这个以前是做别的 我就不晓得 大家了解我在讲什么 可是它那个 变成尺寸比较大 这尺寸哪有这么大 其实那个感觉是很特别的 但是它确实有它的磁跟钙 所以它也是被归为鼻烟壶这一片 然后你看 除了那种雕花以外 还有帮它描心的 我看到吗 这个蓝色玻璃 然后上面没有各种各样的金花 然后当然这 清风就很有趣 就是图炉的造型 它一定要帮它配文符 就像一个 我们很多那种 就是乾隆皇帝很有趣 它是一个很好玩的人 我觉得它就是 喜欢文物 但是它喜欢文物到一种 我不会讲 就是比如说 这一个东西 要配个座 假设 它就是每一件文物 它一定要配座 那配个座 它会配什么 它一定会配个雕活如花叶的这种做 你懂吗 就是它要整套都把它传了 或者就是要把它弄得很漂亮 很整齐 然后就是替它搭配到很漂亮的 很完美的东西 那像这个就是苗金山水 那在现场可以看到 最有一个通景的山水化的概念 那底部也是乾隆黏制的 然后像这个就是西洋的鼻烟虎 有没有看到 它就把这个地方 它帮它装的植子跟盖 这是西洋的鼻烟虎 这也一样 还有像这个 这很华丽嘛 那大概是英国做的 然后它早期 比如说是香橙罐 香橙罐 它可能是一根管符 那种七香橙的管符 但是它这边就帮阿 它装成这种所谓的 带石跟钙的这种鼻烟虎的样貌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很多 欧洲很多国家 大概有为了清宫做这种 类似的东西就对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看到 我们有那种西洋的那种化妆箱 就很小的化妆箱 里面翻看起来 你就会看到清宫的照片 就是那种画像就对 就是中国女士的画像就对 反正就是有为这种 中国市场来定制的这样的东西 就有选择就是这样的味道 这个非常漂亮非常精致 这好像是那种挂 挂在身上的 这边这边有这种挂列就是了 然后还有像这个 这也非常美 就是就是瑞士的 然后但是还是西洋的比烟虎的 为什么 因为它打开 你可以看到 我看到 上面有一个中角 那你把它打开以后 里面是一个池 然后还有像这种所谓的角开玻璃 就是把金星玻璃放在黑玻璃里面去角开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池 看到这个池跟盖 大概就知道就是乾隆时候的作品 这个 这个池很明显 就是那种小圆圆的 这样的格爱 那怎么样 这是乾隆时候 这也是乾隆时候的金星玻璃 大概就是绿地的 然后又配金星的 如果你看到 然后这是也是脚拆的 所以你仔细看 就不是很完美 但是都很人工 然后很 就是一种 我不会讲的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都蛮漂亮 这样相当一个那首枪花 我自己觉得 我那都在做的时候 我觉得这好可爱 这个颜色 然后这也是脚拆的 各种各样的脚拆 所以像像一个那个池塘里面 有很多井里在游泳 有没有 有那个感觉吧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玻璃太化法 这个就是一般认为 就是市场上最贵的东西 因为那个时候 玻璃太化法其实很难 就是因为它的那个玻璃的溶点 跟法郎的发射点 温度其实很接近 那如果太高的话 玻璃会溶掉 太低的话 法郎不会发射 这样配一件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知道这个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那富宫刚好就收藏很多 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很 你也很赞叹的地方 那你可以看到像这一件 就是这感觉会 一代比较早 因为它跟这件的化工 其实有点像 然后你把它对照看一看 这种法郎没有发射 然后就是那个气泡的感觉 是比较多 然后比较类似的 然后这是它的底部 然后还有像这件也很经典 这件就是 这没有年缓 但是你看那张是谁的 就庸正时候的 因为那时候很远 黑色法 然后那个化工 跟那个精致的程度 就是庸正的 应该不会错 那它是把那个棉符放在这里面 看到吗 带石跟盖 这个是这个是玻璃的 就在说 所以这些呢 又有两个最 最当时最重要的元素嘛 一个是玻璃 一个是画法 就在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应用真的很特别 它的那个池子跟盖 它都有设计过 然后不是平白就是 像乾隆就比较工整 就像刚刚那个铜镀金那个雕花的那种 是钱狼最常用的 你可以常看到哪一款盖 但是庸正的是每一个都画的不一样 那像这件就很有名 这件就是 好像是说世界唯一的一件 庸正有款的玻璃 还画法的一件器具 对不对 这件 那这件是在那个 我说的嘛 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很精巧很漂亮的收藏 你就会常常在哪看到 在所谓的百事件里面看到 这件本来是在156的那个集囚长 就是故宫156集囚长的面展 那因为这展展 我们就把他拿到3.3去 就是因为他本来是放在那个盒子里面 那因为这件的重要性跟他 实在太漂亮了 就是把他拿到3.3去 我们看到 就是我刚才说什么 用证就是一定得 自己再画一个盖子就会 那这个这个词子 不晓得是什么时候 但是就是这个盖子 一定都是用证的时候 我们看到 然后他连款都非常漂亮 这个当然就是我们 院长蛮多 所谓的虫胎画法 然后各种猜疾画法 那雍正的款 确实就是很有巧思 他会有时候会霜前的图案 然后各种各样的图案 就是他 要落他的款 就蛮有趣的 那这件概念就是 就是图案里面有记载的一张 结结双洗的皮 结结嘛 就是一结一结的 是不是 双洗就是两只洗猪啊 但是这张皮疙瘩太较真了 就是因为之前有观众 就是去数那个虫的角 就是他只有你有吃谁 他不是蜘蛛喔 这样可以理解齁 但是你看这东西像什么 就是蜘蛛啊 这样大家早久在讲什么 就是你说这种 这种问题就蛮有趣的 就是他到底是不是蜘蛛了 但是我看他就是像蜘蛛啊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所以他大概就是所谓的 结结双洗鼻烟壶 可以喔 贝里酒 结结然后有两只洗猪 就是结结双洗猪 那像这一个 这在这件也很有名 这件哪到鼻烟壶 都一定会看到他 那这北京湖有一件 然后据说北京的私人修厂 现在有一件 那但这件就是 一个很典型的 中西合璧的样子 这个感觉这个造型 是不是有点像刚刚刚 我们看到那种香蕉 有一个种不一样的体质 有没有 然后他又画法 然后他干涉的风景画 就是属于西洋的风景 有看到吗 但是他正面正反里面 就是画的就是所谓的 中国妇女 然后这个在档案里面 有一个叫 该白玻璃画余婆方体烟壶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件 可以理解吗 大概就是这件的意思 但是画那个就是余婆 因为这边就有一个篮子 这个是有篮子 你只是应该在篮子里面 其实装的是鱼 这个是鱼 就是就是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这件 看不到 好那这些是零散的 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 就是在库方各种各样的柜子里面 可以找到不同的画法 好像有玻璃开的B&M 这感觉很像像波斯蒂囊 对吧 对吧 看一件很像 好然后接着再来介绍这一盒 这一盒 其实我觉得 你还不光B&M虎仔 你什么都可以不用看 那你这盒看完以后 也就可以回去 也是这意思 这因为这盒真的很重要 那真的很漂亮这样子 所以这是蛮伟大的一个东西 我自己觉得 因为他在档案里面都有记转 记得很清楚 然后又又 刚好又都 这些东西都还在库方 然后又加上他的外盒 就是他整 整组都好好的就对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一件东西 你可以看到 他就是在档案中 就是有这个漆匣一个 然后是双层的实惠漆 待会我们可以看 就这个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有各种各样的装饰手法 就是把那个空间做得很有变化 所以就待会我们看那个图 好 然后这件东西 大概在前轮二年的时候 我就有记载 就是当那个时候 就是有交这个双层七合 然后里面有43件鼻烟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一直在做的过程 就是鼻烟 我就说他鼻烟糊很难烧 就是在前轮的时候 就叫他们烧好几次 可能有比较好 我就把他留下来 比较不好就不留 然后还有能够磕款的材料 不能磕款的不留 我不晓得为什么不能磕款 可能底烧的比较薄一点 一颗就破掉 也有可能 就是大概这个情况下 所以就在这样反复的做的时候 大概在前轮四拟的时候 才完成这一盒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一盒就是 很特别的就是那个尺寸 大概就差不多就是4.4到5.4公分之间 然后没有一个 就所有的装饰文样都不一样 就这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那这个大概就是 我们把儿子修理好的样子 可以看到他鼻烟糊装的样子吗 其实是不是很可爱 那个抽屉就是像那个风车那种形状 就是从四面这样拉出来 然后中间那个是那个 中间的是这一盒 这把手就这样 就把他这样弄起来就可以溢起来 然后把他放回去 然后这个抽屉就从这四边这样弄出来 可以看到 然后里面大概就是三盒 或是四个皮烟糊 不一定的数字 大概喝起来就四十三间 就是这一盒 这是它主面的第一件 这一盒大概就是4.4公分左右 就是连盖子 你看这个很巧很漂亮 这个真的是 就是每道 然后你可以 当然你可以注意 就是我会把四十三间 四十二间 因为有一间原来就破手 比较就没有斩 那大概四十二间 你就会看 你就可以注意看 他的颈子 跟他这边的花纹 然后跟他卷底的花纹 就真的是没有一件是重复的 很漂亮 然后这是第二件 我看到就是 是不是都不一样 我看到 就是那种精细的程度 跟他费尽巧思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很有趣 那不用一直照 去买本书就好了 好 你看这个是不是 这很漂亮 这就是有那种像荷花的样子 拍花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包覆这个荷叶下来 看到吗 所以它这个真的是那种 然后这边就三面不一样 这很像西洋的油画有感觉 好 然后你看 它这个黑地的 它这边这个颈部 它就配黑地 就是那个黑的花 所以它真的是每一个都搭配的 真的把它叫来 我们这位文昌处上班 因为这真的都很 就很会搭配 他们就是用他们的那种巧思 然后做了真的非常精彩的一个展现 那你看这也是花瓣文 然后你看这个地跟那个 这是什么字 万寿 这合在一起就是万寿 这是万字嘛 是不是这样 这合在一起就是万寿 这种文样就很多 清宗真的很常见到这种文样 就我会跟大家讲就是 你要到布宫 你要记得你有看到山多 山多就是福多 寿多跟子多 然后跟万寿这种 你把它记好了以后 你的朋友一定会很崇拜的 就觉得你还有一些不会这样 其实就只要记这些 这两千成三千就 那你们看这个万字有没有 对不对 这边颈部是也用万字来搭配 就这个真的是超厉害的 我真的觉得 就是你看完这一盒以后 就可以回家了 那这样讲的话 应该先看完其他的 然后再来看这一盒 算半清晒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一盒 就是真的是很精彩 我只有放一面的就是 它两面是一样 我放三面就是两面不一样 我们看到这也是 蝙蝠跟兽女 有没有 就兽女的意思 很漂亮 有没有 有没有 就万事如意啊 是不是很简单 然后这也是各 反正各种各样的四季花 然后它就会搭配 就像这个就很清涼的 有没有 就不是那种经地 然后很浓厌的样子 但是就是 它就是会这种穿搭 这样 这个我一直不知道什么意思 这谁有办法知道的话 就是 因为这边有 葫芦跟乳 有没有 然后这边有 丹家 且 富贵 富贵就不用讲 富贵 我也知道我们当然是富贵 但我只是想像这样 比如说它是用什么 什么诚语或什么来讲这两张话 有没有 就很精准的诚语 比如说像刚才外事如意 我就觉得这个很高 那这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 我不曉得 所以这个就很有趣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也是 这天地同色 我看到 然后就画了很多灵之祥云的样子 诶 你有看到这别人 就是这可能会烧得比较歪歪的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也都烧得歪歪多一点 像这个 这种金盖子 这种尺寸就比较小 就是在四点多公分的 就是它里面在也是有两种尺寸 一种是四点多的 一种是五点多的 大概都是这样的 这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 就这一个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就是金帝对不对 它旁边这个要用什么装置 它那边又选择了黑帝的单色 有没有 就是真的很会配那种感觉 就是 然后你看这个也是配一个 红色的红帝 有没有 是单色的那种 打扰的感觉 有看到这个烧歪的 有看到 这一定是皇帝没有仔细看的 把这种瑕士品放进去 真的 你可以看到它在反复烧制的过程 它就会讲说 烧得不好的就丢 就不要用 然后怎样 就是要把四十三件 这四十三件 就是弄得很完美 然后变成一盒 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我觉得可能 皇帝没看清楚 或者是这个很难找 也不一定的 反正因为这个 尺寸也很小很特别 然后这是阴系图的样子 然后这是桃子 这个很漂亮 是不是都很美 这个配这个很特别 一点点淡淡的绿 然后这样搭配 然后这也是桃树的那个 狮子 就是花 蛇之花 这是那种仙山柔格的概念 对 这里面就有一个桃 对不对 这个开光 是不是就用一个桃的形状开光 对 这真的很很厉害 这个 跟这个松树跟梅花那种感觉 然后这是做这种马脑形状的地方 还有这个 这个接近也比较小 这个也是那种4点多公分 这个就很特别 这个感觉很像像宝石 对不对 很像 近看不是 就是也是 然后大家刚才看了 是单线以外 然后除了这个还有 所谓的套玻璃 套玻璃大家都想 其实到后来的时候 套玻璃很多 但是你看那 布公那些套玻璃 你才压抑说 原来套玻璃的东西 是这么的精巧 就是那种质感 跟那个小巧的感觉 而且那个拿在手上 像是非常非常的轻弱 可以看到吗 看这个大一个 有看到这个玻璃 这样子去把它剃掉的样子 去把它掉掉这样子 你想看那个风 这样要多细形 又多精巧 因为这个都差不多 就只有这么大 那个尺寸又特小 你看套玻璃的样子 就玻璃套 就是白色的在外面 在套红的这个样子 那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颜色 不过这也是很奇怪 就是布公也剩下 没有很多本 然后早期在做的时候 他常常就讲说 他要过你做就是 六十个一百个这样子 那你可以想像那个时候 就是消耗量很大 因为这个真的很轻薄 然后也许就 口袋一落的话 就破掉都不停 那你可以看到这种 是不是都很精细很漂亮 就是很文样的那种感觉 然后跟他整个套玻璃的工艺的那种展现 那这可能就比较晚一点 比较后来的 那像这个有 这个叫什么 飞雪地 就是好像那个雪花飘飘那种 那种感觉 然后有一种叫唾沫地 就是你口水煮出来是不是有泡泡 就是这个地的感觉就是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土鱼斑面过来 然后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那个白套 我的概念 那种感觉 然后除了刚才不是双色套 还有三色套 这就是三色套的套法 就是有没有看到 这样这样 像三种颜色套 然后那是不是也三种颜色套 然后绿的是最后要变的一层 这很有趣喔 他要把绿的再叼掉 会白得出来 是不是就变他那个肚子的样子 这就是非常的精细 非常漂亮的一种风力 然后还有这种 除了这种三层叠套的 还有平行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颜色去套 有看到吗 这就是三多啦 就是佛手、兽陶跟一个石榴 这是石榴还是兽陶 这是兽陶 这是石榴 后面有一个兽陶 然后他像这种有没有 鸡的这种 他也用彩色的去套 然后这是属于心嘛 就是刚才大家看到这种各样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玻璃比外 还有所谓的内慧 内慧这个就不光很特别 因为内慧的那个发 就是起源比较晚 大概他那个时候鼻炎母 已经够用了 所以他也没有做 轻功看不到很多内慧鼻炎母 只有少数几件 所以这个是内慧鼻炎母 轻功的概方 那这个像这个是周瑞姆的 然后这两件 这个我们院长叫我们大家猜了 说这个是什么故事 然后就有人会讲说 这是书中自有黄金屋 有没有 你说自有言如语对不对 对吧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生 然后不然就是有个人 我跟她说话 然后有人说是聊灾嘛 然后院长竟然会说 对面那个女生是一个小孩子 趴在那边 反正他说的 他说的 他说的 就他说 他说的 但是这个其实是聊灾的故事 奉献跟医术都是聊灾的故事 大家如果上网去查就查得到这样 那医术大概就是说 有一个人就是没有什么才能 然后他就碰到一个人 碰到一个那个家母书士 就跟他讲说你以后可以当医生 然后他就反正就是 然后他就说怎么可能可以当医生 然后他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样 他就去喝那个农妇的洗菜水 那个水是不是很脏 有看到吗 这一盆水是不是很脏的样子 然后他就喝那以后 就身体就突然就好 然后结果他就有一天 有一个重要的人生病了 然后就去 他就去假装说他开房子 然后但是他就去拿这个洗菜水 就叫这农妇去把他洗洗洗 洗得很脏的样子 然后去给那个重要的人喝 然后那个人喝了以后 然后既然身体真的也就好了 对不对 所以还是从此就有名的 就这样 这故事大概就这样 那这个奉仙的故事 因为太长所以我就不讲 但是他就讲的是说 你如果很用功的话 你就会看到我在镜子 面对你笑就对了 然后你如果生气了 他就是一个臭眼这样 这挺恐怖的 因为那奉仙是属于狐仙的那种 对不对 但是他有三个姐妹 就故事很长 你们自己去看 那我只是说这很有趣 这竟然是写得要在这故事 好 然后再来就是属于金属胎 金属胎画板 这在 这是在那个工艺里面 是真的很经典 在清工的那种工艺里面 是非常美丽的一种装饰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 康熙时候 我们刚刚不是讲康熙吗 那康熙唯一两件有款的 大概就是我们 就是没有故宫 故宫厂的两件有款 在这个展览里面 可以看得到 那像这个就是同胎画板 然后这里面签的 就是日本的实惠签片 这个欺骗 就跟那个漆盒一样 就是那种欺骗 就是你在展览里面 可以看到他们清工 很喜欢拿这种 喜欢的那种小片 然后来做各种各样的东西 包括小片可以做盒子 可以做什么样的 就是他们常常利用这种 外国来的小欺骗 或者是卡旁边 然后做不一样的东西 这是他的低款 然后这件也很小 这件也差不多是这么小 这件是在那个吉雄导里面的 就是吉雄导导导里面的一件东西 然后这个叫康熙玉子 这件很漂亮很可爱 因为你看这个画的那种画 所以前楼很多东西 都是从他祖父辈来的 对不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美感 跟造型的这种东西 其实在他小时候就已经养成了 然后你看这个 然后我们有十一件这样子的 所谓的庸正同胎画房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吴彦来大家有没有听过我演讲 就是其实很多东西 乾隆都把它收藏在前清工里面 前清工就是他家的保护就对了 他的重要的东西 好的东西 他都一定往前清工里面送 那这十一件里面就是 那个时候认为那个法案 就是工很好什么什么 就把法案也归成一个气类就对了 所以这十一件 庸正时候的同胎画房 也是在那个前清工里面收藏 就是我们这边刚好只有这十一件 这十一件就是流传有趣 就是从 你从档案里面就可以看到 庸正有这样的东西 然后再到他的承设档 然后一直到今天都还是这十一件 原封不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非常庸正的这十一件东西 我觉得每一件都是很漂亮 都是很经典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个 这应该是在月亮上 因为有桂树 然后有兔子 然后有云 玉兔流云的那种外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又真的好 然后这皮球画的这种样子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盖子 就是每一件都是非常的细腻 然后搭配的都很令人赞叹 然后这这是两件 这有两件 这就是这种这种样子 就是那一个什么 他那个时候记载了什么 红地梅花跟白地梅 红地梅花跟黑地梅花等 都有别的 代表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这是红地 然后这是所谓包補的地方 有一件三件 然后这是所谓十一件 那个重要的 庄正的里面 画版的那个别的 那再来就是有很多 前楼时期的 那前楼那个时候就是西洋的那种 他们早期是不是受克子图 就是妈妈要叫小孩子念书的 这种图的影响 然后但是在 他再转换成那种 西洋的画风的时候 他有就是画克子图的概念 就是妈妈跟小孩子的样子 我看到很好 那这也是有没有 这是中国妈妈的图 但是西洋妈妈的图 然后这个 这很漂亮 这件平衡 你如果去现场的话 因为现场里面说一个双面图 大概只有这么厚的那种厚度 你就可以这样里面看 就这看得非常清楚 我们按照厚 克子图的那样 然后这也是 所以这就不曉得一些 就是克子图的那样 然后像这两件很厉害 这一个是金胎的 就是黄金的金胎 做的那个 恰丝法囊跟画法囊 合在一起的工艺 有看到吗 外面那个蓝地的那个是 恰丝法囊 然后中间的是属于画法图 然后侧面还要用这种单色的 这种西洋风格的画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很典型的中心 这种西洋风格的概念 然后这盖子还用的是珊瑚盖 是不是你整个都是很 很贵气的感觉 这个就是这一件 这我就没有弄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件非常漂亮 就是它也是金胎的 就是